温文尔,相信全职妈妈们都会有这样的白脑,在家大娃三年多,好容易等娃上了幼儿园,想要出去工作就发现工作很受限。 一是因为孩子暴学太早,上下班时间受减制,没有哪家公司,五点就下班,即便有,从公司到幼儿园的路上也需要时间吧。 除非能找个IJ幼儿园的工作,而是因为工作性质受限,因为要节纵孩子,必须得着有固定的工作时间,不加班还过商修的公司,可这种公司生完前就没碰到过,更何况生完后,想想就愁人,但也不是不能上班。 我孩子班里的同学家长,很多都在上半天班,甚至连半天也算不上,每天上午开会到十点半就回来了,有保底工资,也有节假日,而且工资上不封顶,月薪上万的也有,什么工作这么好,卖保险,别说。 孩子开学那段时间,幼儿园里很热闹,各种推销广告都有,其中一家保险公司,更是打着妈妈们就发单页,来我们这儿,时间自由环高兴,他们现在的业务员队伍里,所示的占10%,本科大中的占30%到40%,保险推销员已经是高素质人群了,这里边妈妈们占了一大部分。 这个我真信,班里做保险推销员的家长,已经在咕咚我加入了,可是保险推销员真的是好干的吗? 一开始对准亲朋好友推销保险,但把熟人资源开发的差不多了也就断了凉,那些抵触保险的亲戚朋友,对你是避之为恐不及,的干戈一两年下来,开发不出来新的资源,连你自己都没法继续待下去, 我是怎么知道的?我身边的例子可不少,不过除了保险义务员,我还真想不出其他时间自由的工作了。 老公曾劝我去送外卖,说这个时间自由,婆婆隐安室,我可以去五托部之类的机构上班,或者做家政工作,我就郁闷了,那我的四年大学算是白上了。 就算我现在接受这个,那孩子上小学以后呢?听说放学时间才早呢,我还要继续这么干下去,等到孩子上初中呢? 到时候以我的高龄,恐怕一辈子也只能继续那么做下去了。 为什么有了孩子以后,男人就仿佛没受任何影响,该工作继续工作,而女人就要为了孩子考虑来考虑去。 但在家带娃说我们不上进,努力工作又说我们不顾家,那到底是要我们怎样? 女人表情无奈,脑中想着,上班? 但啊,我相信很多女性不考虑二胎,就是因为无法做到家庭事业向平衡。 谁说我们女性不能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了,可是目前的这种社会现状,让想要重新步入职场的妈妈们很无奈,没有老人帮大老的妈妈们,你们后来着工作了吗? 怎么培养出高情商的孩子?如何提高孩子的成绩?孩子和自己的关系不亲近怎么办?孩子爱打人是因为什么?孩子脾气特别大是怎么了?孩子总爱看电视,玩手机该如何引导? 好,如果你有这些疑惑,世界上没有哪所学校的教育,能比得上妈妈的阅读更重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